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从今天开始 我想再给您播讲一套新的IT教学视频 什么视频 大家看我的标题 CSS3 对 作为网页开发基础技能之一 CSS肯定是咱们大家必须要掌握的技能 对不对 而且前两天有朋友说 他希望我能够讲讲CSS 因为我讲过HTML 对不对 讲过JavaScript 讲过VUE 作为网页开发技能 CSS肯定也是必须咱们要掌握的技能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既然要做 我就把我多年来CSS 我对CSS的理解 做成一系列课程 分享给大家 咱们一起学习探讨 好不好 好 咱们看一下概要 什么是CSS 我尽量不按照字典模式讲 我是按照我对CSS的理解 给您讲 好咱们先看 什么是CSS CSS呢 层叠样式表 英文全称叫做Cascading Style Sheet 对吧 它是一个用来表示HTML或XML 注意看 它不仅能够渲染HTML 还能够渲染XML 不要产生误解 它只能渲染HTML 是不对的 等文件样式的进行语言 而且CSS它不仅可以静态的修饰网页 还可以配合各种脚本 炸大脚本 对不对 可以动态的对网页元素进行渲染 好 这是我对它来简单的理解 然后咱们看一下CSS官网 为什么要看官网 是这样 因为CSS里面有多如牛毛的样式属性 我不可能说在一套困扰中都给您讲解 对不对 我只能说把基础的理解告诉给您 具体的CSS都有哪些的属性 您需要去这个网站参考 好 咱们就现在马上看一下 这个是Mozela的官网 咱们看一下 它支持中文非常的好 够 它支持多语言 其中就支持中文 大家请看 这个咱们把它理解为CSS官网就可以 这里面有非常详细的CSS的教程语法字典 您把这个网址做成您的一个书签存到浏览器当中 今后咱们就会基于它 我给您做讲解 OK 这是咱们今后要用的非常多的网站 您一定要记住 OK 好 再说一下我这个CSS版本 CSS版本前几年还主流2 现在就2就不提了 咱们都3 为什么 因为现在的浏览器都支持CSS3 所以说我这套课程就基于3的版本给您讲解 OK 接下来 许有的课程需要什么基础知识吗 对不对 CSS包括网页开发 都是非常非常基础的编程开发 几乎不需要什么经验 但您有的编程经验更好 没经验没关系 通过学习这套语言 您就能够建立编程的自信 所以说没经验有经验都无所谓 好 再看一下开发工具 开发工具老生长谈了 我几乎就在各种课程中都没变过 手推Microsoft Visual Studio Code 有朋友说我喜欢用 WebStorm 那是收费软件 当然您喜欢用的话 我也推荐 那套软件怎么说 我先用的不多 它代码的自动提示功能确实不错 但是我认为VSCode也足够了 所以说我在课程还主要使用VSCode 请您理解 同时Atom Subline也都是不错 推荐给您 Subline还是收费的 当然手推VSCode 没有之一 我这套课程也准备GVSCode 给您讲解 如果有兴趣 如果没装这个软件的朋友 希望您能够在本集装一个 然后我的视频计划和以前任何的我的课程都一样 每个视频咱们尽量只包括一个 或者说简单几个知识点 我一套课程控制在5到10分钟之内 给您讲明白一个知识点 我的原代码和以前也是一样 放到看中国的服务器 您可以随便读取我的原代码 但是不要恶用它 好不好 咱们一起来背后干净春节的社区 我的视频会传到优酷YouTube包币站 三个主要的网站 如果您看到我的视频是在别的其他版上看到的 那是盗版 不是我的官方正版 然后我下面有一个官方的 我自己建的一个根主页 有兴趣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我以后最新的视频都会在这个地方进行共享 这样的话您就能知道 想把官网这个地方分享出去的 网址才是我真正自己的官方网址 好 这就是我CSS课程的第一期 从下期开始 咱们正式学习CSS3 好 那咱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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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